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今天这个立法会的教育事务委员会就开会 在会上通过了由新民党容可欣的动议 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幼稚园 中小学教科书和教材的编制 容大议员就强调 现时有些有失偏颇的失实教材 但未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监管 文建联的蔣麗芸大议员又指出 有不少家长向他投诉 通识教师的教材内容偏颇令社会动乱 这些词得就赖了 容大议员在会上举出了六个例子 他拿了一些中小学的工作指出 他就说这些教材就是失实和偏颇 那到底那六个例子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去逐个检视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小学五年班的一张工作指 里头就问到几个问题 第一条就叫做 你认为什么是言论自由呢 那没什么问题 第二条 根据影片的内容 提出香港独立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你只是看了影片 然后就把别人的原因 引述出来而已 这些是很明显地考虑学生的归纳能力 就不是鼓吹港独 这些不要搞错 就算他不拿这个议题来问学生 一样可以问其他议题 所以这样扣顶帽子就说人家失实偏颇 根本就是言过其实 人家把工作指的第三题怎么写呢 他就问了台湾的导演傅余 在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当中说了什么 而触动到大陆势要保持领土完整的神经呢 肯定就是触动到容海恩大议员的神经 就觉得这条工作指的问题就是很有问题 这样就偏颇失实了 实际上别人都不是问什么 没有引导性的 你可以回答一些理所想的答案而已 这些完全没有一个所谓的Model Answer 没有标准答案的 第四题就问什么呢? 说没有了言论自由 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呢? 喂 这些有什么失实骗颇 你肯不可以举例 不要只是把工作指出来 你就要告诉许员和市民 你认为这四条问题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你就不要说这些就是偏颇失实了 太空烦了 没有人知道你想说什么 比如说第二张工作指 就是那沙小学的 小学五年级中文科 其中一条做句就是 说到 要用一个滋味这个词语 就偏配这个句子做句 开头要这样写的 就是为了驱赶在场的示威者 豆豪 然后就是你自己创作 要用滋味这个词语 就说人家偏颇了 有什么偏颇呢? 有什么偏颇呢? 这个做句是可以凭着你自己的想象空间来创作的 是不是? 驱赶在场的示威者 这个陈述太过客观了 对不对? 也不是说义士 也不是说手足示威者太中性了 是不是? 这样也偏颇吗? 这样也失实吗? 好了 第三张工作址 就是基督教女青年会 邱座荣中学的 有一张就是写着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和名人事例 其中一个就举了王之锋 就是希望改变社会的政坛新血 这个就是很客观 他就是希望改变社会 他是不是政坛新血呢? 他也是 他一二年才出道的 反国教开始 这些陈述是不是非常客观呢? 那有何失实有何偏颇呢? 他是不是一个名人呢? 他也是 人家名人事例嘛 那你又说人家失实偏颇 你圈着那些图片 不知道你想怎样 你要指出哪些是失实还是偏颇? 失实偏颇 跟你不合听或者不合看 或者觉得这个政治立场是不合理意 是有很大分别的 对不对? 这些是很中性很中立很中肯 你不可以这样来误人的 容海欣 还有一张工作纸就是 保良国何任堂中学的中一级中文科 其中圈着那一条是什么呢? 就是要写回成语的题目 他那个句子是这样写的 警察表面上维持治安 但实际上却与黑帮暗中勾结 致市民生死于不顾 真是 这个答案你自己填了 我的文化和知识水平就有限了 我就不会作答了 但是容海恩大议员的思维上就很有问题了 这句句子其实是非常客观 非常中肯 尤其是他根本没有说到是香港警察 而容海恩大议员竟然间认为这句句子是失实和偏颇 除非你先入为主就认为了香港警察实际上与黑帮暗中勾结 致市民生死于不顾 否则你为什么会说这句句子是失实和偏颇呢? 他可能是说英国警察 可能是说美国警察 由于他没有标到哪一个国家的警察 你不应该先入为主去想别人的 如果他写美国警察 表面上维持治安 实际上和黑帮暗中勾结 你拍掌 怎么会认为他失实偏颇呢? 除非你认为他在说香港警察 你就根本是心里有鬼了 这句子怎么会失实偏颇呢? 我都不觉得 接着一张英文科的工作纸 他怎么写的呢? 他就说关于美国的河流 就是非常清澈 然后 中国的河流就受到污染 这些人说人家失实边火 这些很客观的描述 中国的水质源污染一直都很严重 连大陆自己都承认 这些根本是拆鞋婆 接着就有另一条时事选择题 相信是常识科 就要求学生选出正确的答案 他是这样问的 国庆日假期有一名示威的中学生 被警察枪伤 这件事件是在哪天发生的呢? 那就是10月1号 答案 但是他就说这句子就是失实偏颇 有什么失实偏颇呢? 示威的中学生 他也没有说这个疑事 没有说这个手足 没有说革命的事 被警察枪伤 如果他有立场 当然是被警察谋杀了 他也没有这样写 这个描述 你被警察枪伤实在是太客观了 这个描述 怎么会说人家失实偏颇呢? 你真的要出来解释清楚 告诉选民 到底你举出这六个例子 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是不是? 我们横看怎么看都不觉得有哪些是失实偏颇 但是你的标准就很令人怀疑 究竟你的判断能力是否有问题呢? 容大议员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 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你到底有没有判断能力呢? 哎呀真是 该会呀 好了我们来看看另一件事 就是关于教育局和教协都互相斥责对方制造白色恐怖的 在讲述他们的论据之前 我们首先要检视一下 到底这个白色恐怖的来源和定义 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这些语境下能否使用呢? 白色恐怖有两个起源的说法 一说是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时期 当时法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枪杀革命党和革命分子的恐怖统治时期 就为白色恐怖 另一说是什么呢? 就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军 和巴黎公社的政权对抗的时候 由于政府军用白色代表 公社就以红色作为代表 法国政府军以镇压行动来呈治巴黎公社 于是乎就被形容为白色恐怖 好了 无论是哪一个的起源也好 白色恐怖基本上的角色 就肯定是一个当权者、执政者 就是要制造到白色恐怖 而这个语境通常都是与政治打压、以言入罪 或者是镇压是有关的 你这个教育局说 斥责教协制造白色恐怖 根本上就是各式挫折 连语境也挫折 你自己作为一个执政者 你走去指控一个民间的团体 说他制造白色恐怖 何德何能 对不对 这些根本上是有问题的说法 等于是这个律政司或者特区政府 不停地来谴责市民或者示威者 去破坏法治一样 法治是只能够执政者来破坏的 等同于白色恐怖 只能够由这个当权者来制造 民间如何制造白色恐怖 你会愚蠢的 他镇压你吗? 即是说教协镇压教育局吗? 你真是愚蠢的 我们一起看看教协的那篇声明 为何教育局是制造白色恐怖 而我们同时也看看教育局是如何回搏 别人说得很清楚 对前线教师已然入罪 制造白色恐怖令教师禁声 他的理据是什么呢? 自从去年8月接触了20宗教师求助 当初不少的个案 仅仅涉及 该名教师在个人社交媒体 即是Facebook或Instagram 的私人言论 但教育局却无限延伸至 教师专业失当作出情绪 因为有13宗以专业失当为理由 向教师发出了这个讯件 是处分他们 好了 而且个案更加涉嫌违反程序工业 包括并没有向涉事的教师提供资讯 并没有给予教师申辨的权利 以及接受匿名投诉等等 教协认为教育局高调向这些前线教师施压 是无事情序公义和草率的调查方式 目的就是阻吓教师行使言论集会和表达意见的自由 要教师禁声 这个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好了 到底教育局怎么博呢? 他就说了 局方会将初步看法包括收到的证据 告知被投诉的教师 而且被投诉的教师有超过一次的伸述机会 即是说教协说的就是赤大炮 而且他们认为这个匿名投诉是没问题的 我就觉得你教育局 始终都不肯交代到底 被投诉的教师 以及你所情署的教师 是牵涉到什么的言论呢? 对不对? 你要让市民和公众有一个交代 到底他们说了什么话 在他们的私人空间里 对不对? 要你发信来对他们作出一个惩罚 到底你有没有一个客观和一致的标准作出裁决 如果 蓝丝说的什么打死蟑螂 或者是撑警的言论 你会不会一时和别人来作出裁决呢? 万一有人投诉的话 对不对? 定义或者只是针对教师批评 警察批评特区政府的言论呢? 你很出来交代吧 你从来都不说教师说错了什么话 只是给了一个机会他们申辨 自辩 有什么用吗? 你教育局内部自己審的 你说什么都可以了 结果審了出来就是要惩罚那些教师 还有就是 你现在这样鼓励那些人 你同意是可以接受匿名投诉的 等同鼓励那些人去不断读灰和公布私仇 如果我是蓝丝的 我一定不妥卖哪个同事的话 我就继续他在Facebook说的言论匿名投诉 你变相鼓励那些人利用公权力来处理这些私人恩怨 你不妥卖他就继续上网罵他 有什么可能利用公权力 利用官方的制度来处理这些 很芝麻绿豆的小事 而且你用接受和配合他 你这些教育局也有问题 你没有做好这个把关的工作 这些无聊的投诉你都只是处理 你明明就是针对这些意见的声音 还有一件事就是 面对这样的威胁的时候 那些黄丝的教师肯定是自我审查 本来想说的都鼓声吞了他不敢说 为什么呢? 就是避免被那些蓝丝的同事 继续下图片 然后就拿去匿名投诉 那不是变相禁声是什么? 那不是白色恐怖是什么? 你教育局出来回答 就不要说人家教协连日发文 歪曲事实和局长的言论 不断制造和散播白色恐怖 令人怀疑藉此煽动教师的情绪 为集会造势和作政治宣传 有失教育团体应有的专业态度 各方心表遗憾 你说这些有什么作用呢? 谁才是制造和散播白色恐怖? 教协有这个本事制造白色恐怖吗? 教协可以情绪的教师吗? 教协就算不妥的那些蓝丝的教师 他也无可奈何的 他可以做什么? 反而你教育局就是有一个情绪的机制 谁才可以制造白色恐怖? 谁才可以对民间作出一个镇压? 是你教育局的 你教育局怎么可以说 民间团体散播白色恐怖? 因为是白痴 怎么会这样说这些说话的? 你到底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 还是随便来用的这些词汇是? 你说别人有失专业 你自己有多专业啊? 是不是呀? 一美式表忠 一美式擦鞋 一班人不知所谓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